眼前这个左一口竹子 右一口竹子的家伙 是旅韩熊猫福宝 他今天还有一个新的身份要和大家介绍 那就是韩国顶流明星 关于福宝的视频 随便一条就有几万个赞 并且下面网友对于福宝的喜爱 更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外面纷纷扰扰 咱们的福宝一直保持初心 不骄不躁 看他吃竹子的样子 就知道这两年在韩国过得还不错 唯一令他烦恼的 可能就是前不久刚和他分开的妈妈了 镜头转到华妮这边 此时的华妮正在园区里溜完 他已然没有刚和福宝分开时的颓废 因为二胎的计划已经提上日常 许久没有锻炼过的华妮 每天都要在园区里溜达个半小时 尽管偶尔路过美味的竹子 他都会停留个片刻 可为了有个健康的身体 固定的锻炼时一点也不能松懈 完成目标后 华妮终于可以大快朵頤了 他一把抓紧竹子就吃了起来 这干饭的动作和姿势 一看就知道福宝是跟他学来的 福宝成为顶流明星的事情 饲养员还没有告诉华妮 生怕这时提起福宝 又勾起华妮对福宝的想念 这在备孕期间可是始步的的 不过在福宝还未出生前 华妮和他那个便宜老公 也是韩国民众中顶流般的存在 慕名来看他们的人 排队都快排到了法国 自从福宝的降临 顶流的位置就一主了 不过华妮也并不嫉妒 毕竟换来换取都是自家人得到的 何况福宝得到了这个称号 也说明自己这个当妈的基因好 这样才能生出那么可爱又讨喜的孩子 饲养员也对未来华妮的二胎充满了期待 虽然还不知道性别 但可以预料的是 华妮的二胎一定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就跟福宝一样 即使完毕后华妮顺势爬上了木架 以前福宝在的时候 木架都被他给霸占了 现在他终于也可以享受一回了 华妮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爬着睡觉 不得不说华妮可真会享受 这个位置睡觉起来刚刚好 不一会华妮就进入了梦乡